来了老铁,今天用羊肉和大葱教你整个菜,你看像不像样就完了 大葱咱们给它切成滚刀块 羊肉啊,我用的是羊后腿肉 咱们给它切成薄片,别整厚了,不愿意熟啊 然后啊,加一勺料酒,一勺酱油 吃羊肉你必须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老抽上散 用右手给它轻轻抓拌均匀 然后啊,再加两勺水淀粉 再给它抓一下 这样做出来就嫩滑了 最后再加点食用油 锅里油热,下入羊肉 开大火,快点扒了 把羊肉啊,炒遍散,就熟了 盛出来备用 锅里再烧油,下姜片,蒜片 和切好的葱 开大火翻炒 心里数,15秒 马上把羊肉下锅 烹入酱油,这菜不用加盐 再来点胡椒粉,味精 大火翻炒几下 味精化开了,淋点香油 出锅装盘 就这菜,不管你是来客喝酒 还是吃大米饭 那都得撑个尖嘎的 临走别忘了给老弟来个双鸡啊 感谢支持